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Lace Day on Earth Survival的第221集 這一集就帶來的是 官方玩家問語談單元Top10 這一次會先看到這張圖的原因是因為 昨天官方在晚上的時候發出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其實他的文案裡面寫的是 有關Star Wars 就是我們星期大戰 然後他畫了這張圖 他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星期大戰的劇情來到末日 Lace Day on Earth這款遊戲的話 會是怎麼樣呢? 我現在看到的角色是拿了噴火槍 很像是光劍一樣 然後現在要對戰的是 一隻左手特別巨大化的 類似泰坦的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逼得玩的進化版還是什麼 總之呢 這張圖應該是一個有趣的一個插圖 不一定未來會有這樣的模式 因為噴火槍拿來打這個 像光劍一樣嗎? 應該是比較難吧? 然後他應該會沒什麼感覺吧? 因為泰坦畢竟那麼強壯 一拳可能就給他GG了 除非這把是光劍 如果是光劍的話呢 那又不符合末日這個主題了 這應該就是讓玩家去 啟發一下想像說 末日世界 如果你有像 Star Wars一樣有類似這樣的光劍 或者噴火槍之類的 你會怎麼運用來對戰你的敵人? 這張圖片呢是在雪地啊 然後穿得有點像忍者裝 是黑武士造型還是什麼造型的 還蠻帥的啊 這隻殭屍我覺得非常的強壯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Top10吧 OK 今天Top10呢也關心到未來這一週的更新改版的內容 會在這一集呢會跟大家說明 首先這邊一樣我用官方的Facebook的 就是他的這張文章裡面 直接用翻譯的部分來讓大家比較快速看一下 然後這方有些有問題的部分啊 我這邊還是有做一些簡單的翻譯 我再把它修正 這一樣是每週三呢會有一些 玩家的問題 然後他們把它統計起來總共十題 第一題我先看到是這一題啊 這一題這邊他們有寫1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做一個永久性的事件嗎? 像走勢活動 他在講的是走勢事件啊 每個禮拜一次或者是 飛機的事件啊 一個 兩個禮拜一次 每個月都有一次的 意思是說四次貨船 那因為我們真的需要這些 活動跟一些內容 我相信大家有發現 1.6.10開始 就已經沒有四次貨船了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遊戲呢 他常會做活動 活動就像我們走勢事件 走勢事件的部分呢 他活動是14天 已經沒有了 再來就是 私事貨船的部分啊 現在也不見了 那應該都被改掉了 他應該是個短期活動 目前長期活動的話 應該像是機車事件 就是你有機車的話呢 基本上每天 你從營地出來 你第一次遇到的就是機車事件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遇到啊 這是一個常態性的東西 可是像飛機失事跟走勢營地呢 目前都很少遇到 飛機失事的部分 只有在新手狀況下 你會遇到個一兩次三次 你可能到幾級 等級越來越高的時候就會 發現他再也沒出現過了 因為 為什麼沒有出現過 是因為 這些資源其實太豐富 官方會覺得說 讓玩家太好吸收這些資源 包括四次貨船 所以呢 他可能就把他降低的機率 或者是 減少或是取消掉了 因為他從後面會安排其他的 內容啊 總之現在這些活動你都看不到了 這邊寫到說 很高興你知道這些事件 我們在測試不同的事件啊 因為我們不希望 常規或重複的 出現這些活動 不能說我們現在對結果滿意 但我們看來 最有趣的是 湯姆到目前為止 最有趣的是湯姆事件 因為大家很 很喜歡湯姆 因為湯姆會幫忙 他是唯一這款遊戲會幫忙的AI玩家 就是會幫忙去打殭屍的 然後他們有很多想法 並希望可以嘗試新的事件 希望你會喜歡他們 簡單來說就是未來會有新的世界 目前那些事件 他們應該是不會讓他出現 就這樣 我們看第二題吧 如果你不打算改變等級3的牆的配方的話 你能夠 配方其實就是說 升級的方式啊 因為現在 牆壁的方式 我覺得2級就很麻煩啊 2級跟3級都要一些橡木啊 3級 2級3級 總之2級3級的材料都很複雜 現在已經懶得升級了 對 特別是到3級的時候要橡木什麼有的沒的 要很多 所以玩家說你可不可以增加橡木的 橡樹的數量 或增加每顆樹 收集木材的數量 就是有點像是 每顆樹 打橡樹的時候 現在 可不可以掉兩個木頭好了 那可不可以增加掉6個木頭之類的 他就想說他算算需要超過2000塊的木板 才能把我基地看起來是 做起來 像是完整的 好 這邊官方說 在這裡聖誕節即將到了 幫助 希望你們需要足夠的耐心去等待這件事情 相信奇蹟發生吧 在這即將活動 會有 將會有聖誕節的愛好者 你能夠找到一個新的資源 聖誕日誌 如果你吃他 好應該是說你得到他 你可以收集到更多木材和 石頭幾分鐘 這個我在 猜測有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類似 短暫的 技能或效能 他那你拿到這個東西以後 你會增加你的收集量 簡單講 比如說木材原本 打一顆樹三個木頭好了 可能變double 變6個 這我猜測會不會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說呢 聖誕節應該會有一個新的活動 那我比較好的把屋子蓋好 其實我發現官方應該要在連線之前 必須讓我們先把這些完整好 不然其實 改版後一定會被罵得很慘 甚至玩家會退坑 就大家不想玩 對啊 因為我們家的東西一直被偷光光 那誰要玩 對不對 殭屍材破壞就算了 然後又有人偷你的東西 還把你火神拿走 把你的 稀有的鋼材拿走 可能我也不想玩了 對 所以這部分他一定要讓我們好收集一點 我們可以花時間 可是你不能夠 太極歪的讓我們收集不到 或數量超少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吧 這是第3題 然後他沒有寫標題 你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連線的狀況嗎 就是未來連線 我們可以到哪裡 或者是拜訪其他的營地 然後或者是有不同的 活動可以參加一些 組隊的模式 這邊應該是這樣翻譯 他這邊翻譯怪怪的 又是直接翻譯 這邊寫說任何的 時候你都可以 你都無法去 應該說現在 你都無法去 訪問其他玩家的營地 可是會有類似 這邊有講到一個很重點 任何時候你都無法 訪問其他玩家的營地 這個意思是說 未來他可能不開放 讓大家可以直接去別人營地 破壞 好這邊有可能說到我們如果拿到西式炸彈那些 有可能是破壞的是AI玩家的 就是鄰居家的 牆壁 而不是破壞其他玩家 因為其實這遊戲如果基礎建立在我可以破壞別人家的話 會是一款蠻失敗的遊戲 為什麼呢 生存遊戲應該大家互相合作 像Durango好了 他基本上來講是互相合作式的遊戲 這樣才會深刻大家的喜歡 他可以設定的是 AI部分可能是殭屍或很強什麼 那我們 我們活的人 去挑戰 假的機器人 這樣可能會比較有趣 所以這有先是寫到一個英文是RAID 他其實是 清洗模式 這個模式就是讓我們去攻擊其他的敵人 儘管如此多達不論會有特殊機率 好 這邊來講就是呢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地圖 新的地圖讓我們組隊去打這個副本 這個副本可能會有殭屍 會有其他的 譬如說倖存者 這樣是OK的 這邊其實就有提到未來喔 未來發展的 很好 未來或許不用去 擔心別人攻擊你家 AI玩家來沒關係他不要拿我東西就好了 對 然後其他活玩家來的話就麻煩了 這邊可能就變成合作模式 那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第四題寫到說 1.7版本是這個週末嗎 這邊官方說 不是1.7 但是是的 更新即將在本週 這禮拜 對這禮拜五或六 或日 聖誕節更新即將到來 一個 這禮拜一個 第二個稍後 一個可能 還有第二更新可能在之後 好 總之呢 這禮拜就會更新成 1. 不是1.7 1.6 1 1 然後可能就是聖誕節模式 我們就 稍微期待一下吧 如果有改版更新 我會即時的開直播 所以你們今天只要有訂閱 打開通知鈴鐺的話 你會第一時間收到我的直播通知 那就表示改版了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第五集的部分 它寫說 是不是有在做一個 拷問桌 或是椅子 如果是的話 需要多長的時間 去製作這東西 它寫說是的 我們正在 工作 不過不知道 確定說要多長的時間 去完成這些東西 總之他們現在團隊開發 主要是開發新的事件 跟未來更新 優化和多人遊戲的部分 所以多人模式 我猜測是 2018年會 上多人模式 然後再來可能就會有 很後續的 經銷商就出來了 我猜會有 好這我等一下後面再講 所以現在現在重點沒有 是 不會有空前的時間去完成這些 拷問贏跟拷問桌的 這應該是講拷問贏跟拷問桌 如果我發現有錯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總之來講呢 這邊主要以優化 遊戲的更新 跟未來的連線模式 去做現在遊戲的 往後開發 我們看第六題 好第六題這邊寫到說有多少 開發 工作人員有在看類似 Walking Dead的電視節目 就是電視影集 有多少人玩過Totale Game的 形絲走肉 就是類似 那個類型的遊戲 這邊寫到說我們有許多的 官方人員都有在看 Walking Dead的 類似電視影集 我想大多數人都是 好官方這邊這邊翻譯其實怪怪 我就直接講 這邊其實就是 他說他們官方人員有很多人在看Walking Dead 相信很多人都有在看 然後不過Totale的 遊戲內容的話 應該很多人玩過這遊戲 可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但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呢 應該 這個只是問題說 他們是不是 他們是不是喜歡玩類型這樣的遊戲內容 或者是未來會不會有這樣的內容 總之 遊戲官方的意思應該是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喜歡自己的 遊戲內容都不太一樣 因為 像Walking Dead他們內容是比較偏 故事風格的 可是像 Lessdown 2 這款遊戲目前是比較偏 自由風格的 就是說 你是自由去解 你想解的物 打你想打的東西 材料 蓋自己想蓋的家 所以內型其實不太一樣 好 第七題 什麼時候 LDOE會與 迷你的觸控 桿 兼容 這邊其實講到是手桿跟手把 像很多玩家也會問我說 拿鐵什麼時候可不可以用手把玩 可不可以用什麼玩 然後他說他的角色是 可以走路幹不能跑 好 或許你又是買過虛擬 手把或搖桿 我也買過 其實我覺得不好使用 不過現在官方寫說如果要 有這個東西的話 他們可能需要先買這個東西來試試看 然後之後會分享說 好不好用 或者是會不會增加 這個 這個操控模式 好這個就等過來開發吧 第八題 這邊其實第八題講到就是說 怎麼去找一些 使用外掛的玩家 就是說官方這邊怎麼去檢測說 有使用外掛的玩家 就是黑客 或者是 怎麼去找到說 呃 就是用外掛的人吧 基本上這邊應該是講這些 這邊主要是說 我們會找一個方式來 找到 使用外掛的玩家們 但他們不會透露所有細節 像有時候他們會從自動發現就是說 他說有時候可以透過YouTube和Twins來找到 使用外掛的人 可能包括實況主 他們可能會使用外掛 然後 這邊會有一些技術的知識 但你添加到你的帳戶 任何所以不用擔心 簡單講是說 如果你 沒有使用外掛的話 所以不用擔心 或有任何的 抓到那些人 所以他們應該會處理 好這方面來講呢 其實 我覺得如果想使用的人 一定是 想要少一點看到後面遊戲內 或者是想要 即時的分享一些 遊戲有趣的東西 但我覺得 應該是以 玩家來講 或是以觀光客來講 是比較快知道的 可是如果以遊戲公司來講 他們是算損失的 所以這一塊未來 會不會抓 他們怎麼去抓一些 使用外掛的玩家 這就交給官方去抓了 對 總之呢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想要使用 你就可以使用看看 可是我是建議大家不要使用 因為 一款遊戲 如果用外掛之類 你可能會失去原本的 遊戲內容跟意義 因為就像你採集遊戲 你可能一瞬間 你就 很快的拿到一堆 東西 你把架蓋很漂亮 可是你就沒有危機感 就覺得 這個世界都要講 很弱 這將是我一拳就打爆 或什麼 就會失去了一點 你原本要挑戰 這款遊戲的 感覺 對 大致上是這樣的 總之很多遊戲 其實都有外掛 這是一定會有的 只要有遊戲 就有外掛 然後自己取決要不要使用 如果不使用的話呢 也是可以玩下去 因為就像課金跟不課金 都是可以玩遊戲 只是你得到的收穫是不一樣的 這就交給大家自己判斷 好我們來看第九題 第九題寫說 會見到不同類型的 經銷山或專門不同類型 他寫說是的 經銷山這部分呢 他的翻譯有可能是講 遊戲內 或者是遊戲外 這個我們等之後再看他詳細是 在講什麼 這邊我翻譯看不太懂 他的意思是什麼 好如果你知道第九題在講什麼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再補充在 內文裡面 謝謝 第十題 我們會在遊戲中獲得聖誕禮物嗎 他說是的 你們 中有些人可以得到一個特別的獎勵 今年的活動可能有點調皮 或者很好玩 好這邊來說呢 就是說 他會做一個模式 像萬聖節模式就是我們要去狂收集的 殭屍材料 去換取 一些比如說 塗料 或者是 一些什麼鎖鏈之類的東西 這東西就是說 他有一些人 表示說 肯去挑戰 肯去收集的人可以拿到 如果你先不想要 收集到你肯拿不到 簡單講就是這樣 聖誕禮物呢 看起來又是一個比較 偏採集類的 內容 或者是可能挑戰類的 可能會有聖誕僵尸 聖誕老人僵尸嗎 打爆他你就可以到什麼 這我不確定 好總之呢 這是這次的TOP 實體 這實體裡面呢 就是會講到這一周 會改版 這部會有聖誕活動 後面呢 會有很多遊戲章節 好 今天這 TOP實體呢就到這裡 如果就有翻譯錯誤的地方 請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 禮拜晚上8點呢 我會做直播 在Souci直播 直播遊戲是 Feedfile的 手遊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 記得晚上8點到Souci找我 下面的話 有留言 不是有留言 有留言 有留言 可以看到我 Souci直播 希望你們可以來 Souci看我玩Feedfile 晚上8點到9點 好今天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說有任何遊戲的問題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可是我有時間有在回啊 盡量回 好也謝謝大家 記得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持續的追蹤我 也訂閱 謝謝你記得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